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说了 姐现在心里已经有了那个她了 她每天穿着一身帅气的黑西装 帅气黑西装 我跟你说啊 她呀英俊潇洒 风度翩翩 你咋又哭了呢这是 你怎么又忍了 我那个忍在哪呢 你别哭那个什么 对了 前一阵子有一个恋爱专家 就说跟我有缘 非要送我一件法宝 来 你看 姻缘绳 据说这个东西特别灵验 戴上它 不出一个星期 指定能找出对象 来 姐 看你着急 来 姐先给你戴上 这么贵仲节那我不能说 你跟我客气啥呀 来 姐给你戴上 我真不戴 半年了 不好 女儿 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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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这样 这样 这样 你别哭了啊 你这样 你要想找个什么样的 你跟姐说 姐帮你介绍一个不就完了吗 我还整啥要求啊 就男的 活的 就行 你要求这么随便吗 我先咋整呢 那有个人都不做了 那你要真是想这么随便的找一个的话 我这还真有一个挺随便的人选 你想不想 姐姐 我说 姐多不好意思啊 反正 姐姐也行 那我给她打电话了啊 我叫她来啊 姐 太着急了 不行 不好意思 不好笑啊 你赶紧过来一趟啊 废话呢 好事 过来聊聊你的终身大事 快点 逼得特别近 马上就到 哎呀 你看 姐穿这个睡衣也不太合适 我先进去换身衣服啊 给你俩留点私人空间 天真 报应 哎呀 真是我亲戚 还给我找男朋友 这男的傻样呢 好期待啊 你好 我是来看 你好 太帅了 太帅了 这望啊 远远的明月明月 是那缠缠的山川 是那缠缠的山川 嘿嘿嘿嘿嘿 哎呦 我也留得失态了 illumin的 请问 Ihnen 你是 那个 我介绍一下 我叫李温柔 人如其名 特别的温柔 我是这儿的物业经理 我叫田笨笨 田笨笨 这名起的 还挺聪明 请问你是小米粒的 闺蜜 我们两个关系非常的好 对对对 刚才他给我打电话说 我知道 当我面打的 来你坐下 不是别别别 他特别着急 我比他还急呢 那个 笨笨你看你是 喝水呀还是喝饮料啊 随便 随便 对上了 那啥呢 你是吃苹果呀 还是吃橘子呀 随便 那你是看电视啊 还是看电影啊 随便 随便啊 谁也从你来到我身体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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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李温柔是不是 对对对 看得出来你是一个舞蹈的爱好者 是家是家 小米粒说他水管坏了 我得去看一下啊 那个 你你刚才舞蹈跳挺好 你再自己赖 我去看一下啊 正激动了还给 哎呦我的妈呀 还会修水管 这样多才多艺的男人 我只能送他两个字 完美 小米日刚才给我打电话 说和我研究终身大事 为此我精心地打扮了一番 但这事吧 来得太突然了 我就觉得不靠谱 还好前两天吧 我遇上了一个恋爱高手 送了我一把爱情指剑 为了我能够得到稳稳幸福 看你的脑 看见 你谁呀 你谁呀 你上来就给我一下子 对不起我扎错了 你把剑还我 别还你啊 到本姑娘手里的东西 那就跑不了了 知道不 完了 爱情指剑一定样的 那个 冒昧的畏惧 你爱不爱我 你咋变下 你找得像野猪精神的 我能看着你 我告诉你啊 赶紧说你是谁 你不说你这属于私闯民宅 我可报警抓你了 别别别别 我说我说 刚才小米烈给我打电话 让我来跟她研究 就是那个 婚姻大事 婚姻大事 对 黑色西装 我知道了 你是我小米姐说的心里的那个 她吗 她是这么说的吗 她说我是她心里边的那个她 可不是吗 你好 她哥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妈挺好的 挺好的 你爸挺好的 你家都挺好的 你谁呀 站起来 你破码张飞的盘问我半天了 你是谁 说不说我报警了 别报警别报警 那个我我我我我是小米姐她的闺蜜 啊闺蜜啊 啥是闺蜜啊 不是 best friend 拜哪了 哦 怎么说呢 就是小米姐呀 在开心的时候 会第一时间找我分享 难过的时候 会第一时间找我分担 就连她未来找的一下啊 也得先过 我这 我懂了 好朋友 才明白 这至少我花老了 小米明家家书玩也没坏啊 哎 甜嫩嫩 你咋在这呢 她家水管坏了 我来看一眼 哥 过来 你认识她呀 岂止是认识 简直就是认识 太好了 哥 她呀 是小米姐给我介绍的对象 啥 她是小米姐给我介绍的对象 小米把她介绍给你了 那她是想开了 太好了 哥 我爸一眼就看上她了 那啥既然你俩认识 帮我多说点好话呢 抱在我身上 一会小米出来 你也要替我说说好话 咱俩互相帮助 哥 你都是我小米姐心里的那个她了 那肯定没问题 是我她哥 她哥 这名我喜欢 放心吧 看我的 那个 甜笨笨 冒险啊 一会你看着小米烈让她给我签个字啊 哎 以后别叫我王小倩 请叫我她 谁哥 我哥 我说的嘛 别说你俩长得还真挺像 谁跟她长得像 互相帮助 是挺像 这是我亲妹妹 她叫 她 李温柔 对 李莫愁 李莫愁这个语言 我跟你说实话 李温柔 对 李温柔 人如其名 这名起的多坚强 那个此时此景 我特别想为她作首诗 那个 北国春风 永远来 万里桃花 躲躲开 谁若取了 李温柔 今年还来得及 生小猴 你别怕我怀了 半本 你来了 啊 甜笨笨 你家水管没坏啊 一会你别忘了给我签个字 我走了 哎 你别走啊 要走也不是你走啊 你什么 我给他俩接着对象的 不是 王小千不是他哥吗 哪有刚见面 就以夫妻相承 别说 他俩长得还真有点夫妻相 我看王小千挺喜欢的 刚才还作首诗呢 是吗 我看看 我看看 王小千那人咋样 王小千这个人 他能怎么样 互相帮助 非的 没毛 那个优点还挺多呢 你看 比如说是热情 热情 热情 你看行不行 行行行 太行了 那什么 那既然聊得挺好 那接下来就俩人 看个电影啥 小米烈 过来 过来 俩人事你别老是跟他下餐了 哎 抱歉 不用不好意思啊 两个人在一起 不就得吃吃饭看个电影吗 将来要是真好了 那在旅旅游 这不挺浪漫吗 对 我挺喜欢旅游 我也喜欢旅游 我也喜欢旅游 挺尴尬的 是吧 那个 一般我自己知道的尴尬呢 我都自己解释 因为我爸 生下来就挺尴尬的 那个 你看啊 既然咱这么有缘 四个人 两对 我提议 做个游戏 我敢保证啊 这游戏 特别新颖 在市面上 就没人玩过 叫真心坏 大冒险 叔没玩过 叔没玩过 没玩过 没玩过 来来来来 就这一串 站点啊 那个 第一把算我出了啊 问 王小倩 喜欢的人在哪 答 就在这个小区 逗了 问 小米粒 喜欢的人 在哪里 答 就在这个 房间里 喜欢 而且这个 问 李温柔 喜欢的人 在哪里 答 就在我的 这边 来 当你来 那个 王小倩 我也不知道 问什么问题啊 我觉得 这种机会 还得让给你 勇敢一些 好 那么下面 游戏升级 自动升级啊 下面是 大冒险环节 在这啊 在这啊 握手 撒术 请二位女士 勇敢地站在自己 喜欢人的身边 三 二 那个 不是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一 小米粒 你是不是散出地方了 过来 往下 往下 你玩的什么游戏啊 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整的都挺尴尬的 哎 笨们 你巴士在这儿呢 你挡挡我啊 哎 哎 哎 你瞅啥 瞅你咋的 不咋的 我就是想为你做首诗 说吧 啊 啊 北国春风迎面来 万里桃花躲躲开 我要是能娶你李莫愁 我给你跪地磕撒头 我给你走 あ 不說我 你个野猪精牛 回来 啊 啊 好 哈哈 嘿嘿嘿 快乐是个蛋糕 谁飞上谁就还飞 嘿嘿嘿 快乐是个宝贝 谁找到了谁不累 对对对 快乐是个大笔道 谁飞翔谁就还飞 大笔链 二笔链 二笔链 小笔链 小笔链 都是身边最快乐的人 快乐的Fanny 一家快乐的Fanny Fanny 嘿嘿嘿 快乐是个猫背 谁找到了谁不累 对对对 快乐是个大笔道 谁飞翔谁就还飞 大笔链 二笔链 二笔链 小笔链 小笔链 都是身边最快乐的人 快乐的Fanny 一家快乐的Fanny Fanny 嘿嘿嘿 快乐是个猫背 谁找到了谁不累 追追追快乐是个大笔道 谁飞翔谁就还飞 大笔链 二笔链 二笔链 小笔链 小笔链 都是身边最快乐的人 嘿嘿嘿 在我的家 在我的家 在我的家